知道,為什麼會那麼多人想看 當然,新聞的元素很重要 我剛剛講的,將來一塊行政院長跟學生等第一次見面對談 他本身就是重大事件 所以他已經是重大新聞 那你不用再想什麼各種標題 你只要把新聞最快的時間把他報出去 那就是重大新聞 那我們再講王津平 王津平那天去議局法院 他不是就炫復一件事情嗎? 大家都沒有想到 因為他本來想說王津平去就是見見面安撫而已 並沒有料想到王津平會講的 憲立法在審查的這個整個結論是跟學生一樣 那記者在派的時候,你去看 他還說那些國民黨立委跟的舉手 很好很好 最後他發現不對 他被出賣了 新聞元素是你無法一先想到的 剛剛講的是設計的對不對 可是有些你根本沒有預先想到的現在發生了 可是你想想看喔 假設我有一個電視台說 我不要拍外面的 外面的他一定是心裡無疑不重要 我們在裡面拍就... 我現在在裡面拍了你 拍王津平再跟學生對討就好 因為在議場裡面應該比較關鍵嘛 如果這樣想他就完蛋了 對,因為顯然 重要事件發生在國外面不是在裡面 那這樣的情況就會讓記者 他完全不可能 預設說哪時候會發生重要事情的情況下 他隨時都要時間發 隨時都要去報告 去影片 那個攝影機對準這些人 他這樣才不會露掉任何的鏡頭 那因為他拍的前面裡面 他整個串聯起來 整個新聞的這個 story 也才比較完整 所以我們做新聞也不能說真的是騙人 這是他們會考慮 就是說我們做新聞 常常我們在錄影 或錄告一半的時候 這個很不重要 你翻掉的時候發現 重要的一句話下面就講出來 真的很慘 所以你的電視就要準備充分一點對不對 因為你要充... 你要那個要有電視錄影 它整個時間 我想這是我們在做新聞工作的時候 我們常常會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當你不注意的時候 新聞就會發生 好 那 除了這種影片的新聞以外 我想各位 可能有一些 我想比較稍微年輕的朋友 或是說常常網路的朋友 你們在看新聞的時候 基本上 一個很重要的都是 看標題 這新聞 如果標題吸引你看 準備看 如果不吸引你就不一定要看 這會影響很大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要跟各位 比的人說 等一下 各位其實很多新聞 你錄一般的政策的新聞 好像比較硬的新聞 比較平常的新聞 其實你就知道標題就好 舉例 我看到一個說 最簡單的新聞就是 那個... 油價今天凌晨 開始調整 上講 你需要點進去看嗎 你才看標題就好了 你裡面 那個中油的公司說 因為什麼理由 因為中東 油價波動 所以都不會看 基本上 知道就好 所以你會點進去 可是有些新聞 像這種 藍尾 例如 像 學生說 你們老師剛開始 然後學生問家裡 說你去問家裡的話 這種人 他是把一個對話當標題 對話當標題 你會覺得好處在哪裡 你會想瞭解 這種的 對話過程的精采度是什麼 到底是發生了什麼事情 你大概可以瞭解 可是 你會想說 到底是什麼 那這個影片 這當然是有新聞 他是有影片 他把 因為現在網友很厲害 網友都會把 電視台的一些影片 截取他要的那一段 出來 然後再 做到菩薩 YouTube 在多安數上呢 你把文字的話 是呈現出來的 如果你沒有時間 多看影片 你通過文字的句幅 你大概可以瞭解他能力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他的對話 他現在換人在 差點不夠 是 商議 跟這個抗爭氣 什麼意見 在我屏幕總是一樣的 是嗎 我覺得專業的 服務論的話 我會接受 如果我覺得是無收發達的話 照常是不接受 其實馬英雄的意見 是一樣的 所以馬英雄的意見 跟無收的意見 在我屏幕總是一樣的 很嚴重 我會跟你們一直反駁嗎 你從來沒有反駁過馬英雄 我反駁過馬英雄 沒有很興趣 什麼時候 我爆了最大臉書上 床下最高內涼紀錄 有350萬開會可以文 你從來沒有投票 什麼標 是一二六六 你都沒有啊 你都不懂 你好一點運作 拜託你還沒有政治演就 什麼 搞什麼運行啊 大學還在政治戲 你搞什麼 你跟老師 你該開出來 我可以再次講 第一个,你要知道,在第一环境的运作里面活路 其实只要那一段关键的话语 那为什么他问江宇话,你知道吗? 因为江宇话是台大政治系的统师 那个台大政治系的统师 然后他说你老师该开除了 那你问江宇话 这是一个,你要知道平正习蛮极致的,反应都非常的快这样子 那其实他刚刚一直逼那个蔡正宇说 你说你都有反对过马英雄,可是你投票从来没有反对过 他投票从来因为有网络去把他的资料查出来 他从来没有因为国民党人来跟政策,他是跑调人 被处罚 跑调的处罚 像那个丁守中,他在适公统,他是跑调人 他主张反的 他在另外一个案子是什么案子,之前才过